接下来我们来讲解快捷分享的自定义 快捷分享的自定义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自定义分享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改变分享界面的样式 自定义分享内容分为三个小的模块 分别是改变分享UI界面的平台图标顺序 自定义分享插单项为不同的平台设定特定的分享内容 改变分享界面的样式分为两个小块 第一是改变一键分享框外部的样式 第二改变弹出框的公轴列表样式 这两个分别是指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一个图 分享框其实就是指这一个红色的框 这一个分享框其实是一个activity 但是它的背景是透明的 所以在这上边我们看的是没内容的 而公轴列表就是下边的这一个我们的平台的列表 我们可以修改这两个部分的一些样式 我们可以改变它的activity 半透明状态 以及弹出框的位置 取消按钮的颜色 字体大小 弹出的动画 弹出框的公轴列表样式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行列数 平台数目 以及下边的小圆点的样式 平台的图片和名字的样式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首先打开它的文档 选择高级自定义功能 如何改变分享UI界面的平台图标顺序呢 其实之前我们在配置OSIS目录下的 share sdk.畅调里面有讲到 每一个平台它都有一个shortid 这一个配置 我们只需要改变它的shortid 就可以改变它在分享列表中的顺序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的顺序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出入中间 接下来我们把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的 shortid给复换一下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程序 看到他们的位置有没有发生改变 我们点击一键分享 可以看到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的位置 就发生了改变 腾讯微博现在是在最前面的 好了 最后一个比较简单 我们再来看一下自定义分享菜单项 也是同样在这一座页面里面 我们来看它的说明 这里自定义分享项 可以通过OneTreeShare的 City Custom Logo来实现 最后一个方法需要传入三个参数 分别是一个bitmob对象 也就是这一个平台的图标 还有一个伺服刷Label 对应的是这一个平台的名称 最后需要定义一个点击的Listener 当这一个平台被点击的时候 这一个Listener就会被触发 在Unclick方法里面我们就可以做对应的 处理 这里我预先准备好了一个图片 用于定义我们的自定义平台 我们把它拆备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接下来我们在一键分享里面 来添加一个自定义的分享菜单项 这里我首先创建一个bitmob对象 然后再创建一个label 最后定义了一个Unclimate Listener 分别把这三个参数传到City Custom Logo方法里面 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点击一键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页 这里就多了一个Custom Logo 我们的自定义的分享菜单项 我们点击它可以看到 我们所设定的显示Tools的通知 就显示出来了 但是这里大家应该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点击的时候 它并这一个分享页面 它并没有消失 而我们点击其他的 它自己集成的分享菜单项 分享页面就消失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看一下它文道里面写了一个 OneTCL.Finish 我们也来调用这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并没有这一个方法 那么它这一个方法是在哪里定义的呢 实际上它的OneTCL里面 它并没有定义这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要实现把分享页面给关闭 它怎么实现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OneTCL的代码 然后自己来做一个这样的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秀方法 秀方法它这里说了就是启动分享的页面 我们可以猜想 在这里面我们可能能看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我们看秀方法的最后一句 是Platform ListFigActivity的秀 我们可以猜错 显示界面就是在这一个方法里面进行显示的 那么它这一个Platform ListFigActivity 它是一个Activity 它就肯定有一个Finish方法 那么我们把这一个方法内的变量 我们把它定义到类的一个字段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个Finish方法 如果这一个Ardertivity不为错 一般我们使用的时候都需要先判断一下 如果不如通我们再去调用它的Finish方法 然后我们在ArdertivityListener里面去调用它的 弯曲系列的Finish方法 我们再来运行程序看一下 这一个 分享界面 一键分享的界面有没有消失 点击一键分享 再来看 好 我们点击之后 这一个一键分享页面就消失了 并且我们点击的事件显示 就通知也显示出来了 说明我们的方法是正确的 我们先添加一个备数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为不同平台设置特定的分享内容 为不同的平台定义差异化的分享内容 可以通过1kshare的set sharecontent costumerrace.callback方法 在这个界头里面 有一个on share方法 这个方法会把我们的所需要分享到的平台 名称 以及平台的分享内容参数给我们传回来 我们获取到平台名称之后 就可以对特定的平台做特定的分享参数的设置 我们来在我们的项目里面来演示一下 set sharecontent on share方法第一个参数是平台 我们去获取它的平台名称 get name 如果它等于抽出空间 我们来给它把分享的文字给修载 等于抽出空间 然后修载它的参数 通过第二个参数 shareparams 来修载 这点text 我们把它的分享的文字 改成修载特定的分享内容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程序 点击一键分享 选择抽出空间 可以看到分享的文本内容就发生了改变 而不是我们上面所设定的 我是分享文本 我们点击发送 可以看到这条消息就被分享出去了 在现场 和往中 鞋 咱 咱 感谢观看